今天全國的疫情六天 很多 確診的病例數二十八例 台北市就減十五例 最主要是 台北市長確診 連款拼 像這個中政区南基町 正面的社区國體 就超過十的人確診 進一步來對著 當中就確診者 就在宽南市長上班 這個國體有七百多年 住很多老大人 是受益界當前的續群 台北市長官文提供 因為比較精靈增加 所以要做社區的鋪胎 就像今天七月找五開始到齊齊 開放給民眾報名來採檢 但是有在地人來援採 說根本就不知道有這個消息 我們下禮拜大概中正區 也會去做一個社區式的篩檢 國民提供中政区這三年 因為在南基町旁邊的國體 約六個分就有六色 有人確診 總人數超過十的人 因為這個國體人數有七百多年 在南基町旁邊的都很多 他們的國體在南基町旁邊的都很多 小小姐姐出來的好主婦很煩惱 為了要趕緊指揮 市政府開動台檢的轉案 為這個齊齊到齊齊 開放民眾報名台檢 但是有人在亂賺說 根本不知道要小心 當然會擔心啊 但是就是不大牽扯啊 是比較緊張啊 還沒這個接到通知 林林北是說 初步問過之後 有很多主婦願意出來台檢 但是以外如賣這個里面 沒什麼賣 會先叫 希望說國體主婦 如果有國旅行 都出來台檢 趕緊將這個破坑加報告 好